现在呢,我们来解说一下 这个二阶魔方的这个教学 那有的同学可能就是上课的时候 一时没办法记那么多 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讲义 来拍摄一个教学影片 让同学在家也可以做复习 那首先呢,我们这个完成这个魔方 它呢,是用了这个三个公式 就是使用三个公式来完成这个二阶的魔方 那首先呢,我们会先完成底下这一层 那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再完成这个黄色面 黄色面完成之后呢 最后才能够把它做一个整个的还原 那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呢 这三个公式 第一个公式呢,叫做 去上回下 去上回下 这个公式呢,就是要完成 这个魔方第一层的这个我们用的公式 那有这个公式的名称呢 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念法 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把它这个写成中文的叫去上回下 那去呢,其实呢,也可以改成 左 回呢,改成右 左上右下 左上右下 去上回下 那没关系,那因为我们讲意思 去上回下 好,那我们在转动这个魔方的时候呢 好,那我们在转动这个魔方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右手下去写的 好,右手下去写 所以呢,所谓的去呢 是往这边 往这边的话呢,往左边呢 这个去呢,是把它拨过去的意思 好,就是我们用右手嘛 好,用食指 把这个上层这一个 上面这一层呢 把它这样拨过去 这个叫做去 那回来呢 就用左手的食指把它拨回来 这个叫回 然后这个叫去 拨过去 以右手为主 拨过去 好,回到右手 所以是把它拨回来 拨回来就是用左手 好,那上呢 就是右手的上 下呢,也是右手的下 好,除非有特别的这个 呃,注明呢 说是用左手的下 好,不然的话呢 好,我们如果称之为下 是右手的下 好,上也是右手的上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去,上,回,下 四个动作呢 把它连贯起来 去 上 回 下 去 上 回 下 去 上 回 下 好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练习第二个动作 叫做 回 下去 上 这个公式呢 回 下去 上呢 它是要完成了 这个黄色面 好,这个黄色面的地方 我们用的是 回 下去 上 看一下这里 好,那 下去 上 好,那 回呢 好,就是这样子 回到右手嘛 好,回到右手 回 下 好,也是右手的下 好,去 上 好,回 下去 上 好,那 里面呢 还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叫 压 压呢 是 把前面这一层 好 用食指 把它压下去 好 这样压 那 提呢 提呢 就是把它 拨上来 好,用 大拇指把 好 这个 前面这一层 好,这样子 拨上来 好,这个叫 提 好,我们把它称为 提 然后这个称之为 压 压下去 提上来 好,这样子 压下去 提 好 那 有的同学呢 刚开始会用这样子转 好 实际上呢 应该 好,用大拇指 把它拨上去 好 食指把它压下来 好,这样子 好 好 那 现在呢 我们要来完成 第一层